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高 吉兰丹慈激环保教育站 成立长照中心 照顾长者的身心健康 每个月两次的课程 规划适合长者的运动 唱唱跳跳当中 产地正能量 为了长照中心 志工改造环保站 铺平地面 扩大用餐空间 加装电灯 风扇 环境绿美化 大家在这里有收有效 预防失智和失能 找回生命活力 大爱新闻 黄淑玲 曾玉石 叶国豪 徐宝萍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